就来看到为什么这个会发生的南投日月潭呢 这个游艇护撞的情况到底怎么回事 这起事件总共是导致的有六个人受伤 其中有四个就是陆克伤者 他们呢都是来自大连的退休医师 年纪都已经七十多岁了 同团的陆克大骂说 当时候两艘船没有鸣敌也也没有开灯警告 难道难得到这个日月潭呢去游湖一趟 没想到却成了金魂机 日月潭游艇农物对撞 一艘船头撞出了一个大洞 玻璃线维的船身呈现撕裂撞 可见当时撞击力道之大 正面冲撞另一艘船的侧面 一旁坐着二十三名陆克 导致四名年纪超过七十多岁的陆克 手臂及颜面骨折 还有两位台湾游客受伤 那陆克们大骂难道起雾 船只都没有应变措施吗 两个船开的都相当之快 谁也没有照明 你本来应该照明啊 应该明迪啊 谁也没照明 谁也没明迪 仰看这个船就撞 我们俩 这两船撞 我都看得很清楚 还原现场 当时两艘游艇一面开来 没开灯也没按喇叭 当场撞在了一起 游客摔倒猛撞栏杆而受伤 当时海上的雾能见度很低 湖面的雾能见度很低 因为我们正在讨论着 这个能见度那么低 这船最好是可以慢一点 受伤的陆克全是来自大连的退休医师 年纪全都超过七十多岁 还有撞传当时头部没有受创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中天新闻周大祥朱显明 SNG小组南投报导